一人马Kio和日籍友人有记龙辉酒后殴打出租车司机的案件在台湾烧了一个月 3月15日台北法院终于第二次开庭审理 两人当庭认罪 而被欧司机的委任律师当庭提出380万元的和解及民事赔偿也达成民事和解条件 不过最终结果则有两人共同赔偿300万和解 此外检察官认为有记龙辉是为了马Kio才做出如此莽撞之事 所以愿意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建议求刑两年缓刑五年 而马Kio原本求刑四年 但检察官认为他属于教唆情度比有记龙辉轻 所以建议求刑一年八个月缓刑四年 而由于马Kio无前科减轻为求刑一年四个月 今日一身轻便装扮的马Kio由马妈妈及律师陪同学老法庭 现场马Kio委任律师戴维发言 而一旁的马Kio态度低调不发抑郁 但由于一遇司机达成初步的和解 所以神情较之前显得轻松许多 在律师发言完毕后 马Kio就乘车快速离开 给马Kio这个机会 那我们也很高兴这个事情能够圆满的诺目 那我们更谢谢大家的关心 我想马Kio未来会更努力 更认真来解决目前的这些问题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原谅马Kio 给马Kio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此外今日同样报庭的有机荣辉 态度则有180度大转变 现场他主动要求与台湾人民道歉 态度诚可显然已受到教训 而被问到赔偿的问题时 则再由委任律师戴维回答 有关赔偿的问题 我来代表回答 我们现在做成的协议是300万和解 那这300万里面大概就是我们共同负担150万 第五位 第五位 共同负担 第四位 位